各位同学,大家好 这里是由北风网和朴城web俱乐部为他提供的PAP视频教程 我是竹江老师李延辉 今天我们来看第39章Sync PAP CUID操作 这节课呢,我们将学习一下Sync PAP模式中的真三改查的操作 那么这节课呢,可能我们会用到一个静态的HTML文件 那么我们这边的编辑器呢,采用的是一个插件 这个插件呢,可以支持HTML的JavaScript,JQuery等等的语法加量 而且自动提示这些功能,那非常的强大 但是它的安装呢,可能有些问题 因为如果你已经安装好,并且已经注册了 你已经注册了,对不对 那么你在安装,你在安装它的时候呢 这边有安装配置方法 你在安装它的时候呢 可能你安装好重启这个软件的时候呢 可能会怎么样啊 导致你这个还又需要重新注册 就是说你这个软件需要重新注册了 但是你重新注册的时候呢 你发现注册不了了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呢 好,我们只有啊 我的方法呢,就是将这个Z Studio呢 我们就删掉 但是删掉之后呢 你再重装,你发现还 你还是注册不了 那是什么原因呢 好,大家来看一下 就是说你把它删掉 比如说我在这里将它删除 删除之后呢 你还需要清理它的一些配置文件 配置文件它并没有删除 配置文件是在这个admin里面 你还需要将这个显示所有文件和文件夹打开 有四个东西把它全部清空 这是第一个 是Z Studio的生成的文件 这文件夹 这也是它生成的文件夹 嗯 这也它生成的文件夹 那么这个呢 也是它生成的文件 最主要的是这个版本啊 这个版本号 还有这个配置文件 就是过期 不是有30天过期吗 好,你把这个软件删掉之后呢 你要把这四个全部删掉 然后重新安装这个软件 好,注意了 重新安装这个软件之后呢 你不要着急的对它进行 进行怎么样啊 进行注册 当然我们都是免费的注册 对吧 你不要着急对它进行注册 你去安装一下 你通过这个方式 通过这里有安装配置方法 可以打开啊 我就不打开了 好,通过这里安装好之后呢 然后呢 在重启的时候 你这个ZStudio已经装了这个插件 那我们已经装了这个插件的话 大家注意啊 它就在这里了 已经装好了 这个插件装好了之后 其实你的软件还没有注册 然后呢 这个时候的时候 你给它进行注册 然后就可以用了 所以它的方 它的过程还是比较复杂的啊 需要一点小技巧 好 那么今天这节课呢 我们就讲一下数据创建 好 那么数据创建是什么意思呢 那么我们说的CUID呢 是数据库的新增 读取 更新和删除 对吧 四个操作 那么创建就是干什么用的呢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在数据库添加或者修改操作之前呢 我们需要收集一些数据 比如添加的数据 修改的数据 那么这些数据呢 我们需要一个方法 对它进行啊 整理 比如说把它组合起来啊 更有更有更有利于提交 或者说我对这个数据呢 还要进行验证 还要进行过滤 还要进行生成的一系列工作 那么可以通过这个方法来提前完成 好了 那么我们现在就知道 这个Coreen的方法呢 就是数据创建 它的工作呢 就是在添加或者修改之前呢 对数据进行一系列的操作 好了 那我们第一步呢 我们是想 它是默认是接收表单的Post的数据的 所以呢 我们的想法是这样子的 先打开首页啊 我们的想法呢 是在首页上建一个html文件 好 那么这个我们就先删掉 呃 这边留一个 留一个这个吧 UTF8 其他的就不留了 好 留个UTF8 好了 这个文件干什么用呢 我们先把它打开啊 这个文件我们将要做个表单 先做个表单 这个待会再说啊 然后 然后 我们写上用户 text name 等于user 这个user呢 这个数据库是对应的啊 我们写我们到时候还要写一个不对应的啊 用户和密 呃 邮箱都是存在的 数据表里是有的 那我随便写一个数据表里没有的啊 因为要验证一下creen方法的一些一些限制 好 birthday呢 这个是生日 但是我们数据库是没有这个字段的 所以呢 我们要把它做一下看看 submit value 提交 好 刷新已经有了 刷新有了之后呢 好 我们蜡笔小心 小心 然后123123 我把它提交到哪里去呢 所以我现在要打开微博下面的home controller user controller 打开之后呢 这个呢 我们就先删一删吧 太多了 好 我们重新做一个方法 这方法呢 叫creen 可以吧 ok 那我新建一个吧 嗯 转成creen 好 有了 然后呢 我们先打一删123 试试看啊 好 有123了 那么这边呢 我们怎么写呢 首先是个user 等于一个大m user 然后呢 我这个user呢 我就执行一个creen方法 好 creen方法 不传任何参数 当然 你现在呢 它最后呢 应该有个反 反回值的 所以我们想看一下 它到底反回什么东西 对吧 好了 大家来看啊 然后我把这个 这个路径呢 复制一下 我直接交给它 直接交给它就可以了 然后这个我就可以关了 好 这边我刷新一下 刷新一下之后呢 我提交 诶 这个creen呢 它返回了什么东西呢 返回了一个宿主 宿主里面包含的是user和email 然后这个 呃 这个地方呢 也是编码 编码问题 改一下啊 好 蜡笔小心 然后呢 宿主user email 然后小心 qq.com 但是我们会发现啊 生日没有提交出去 为什么呢 好 那么生日呢 是不存在这个user表里面的字段 所以 creen呢 它和post是不一样的 post是把所有的啊 是把所有的这边的 只要是有name等于谁谁谁 我就全部把它post 而creen这个事件呢 呃 这个方法呢 它是很智能的 它只 获取和这个user表对应的字段的post信息 所以它和post是有区别的 好了 那我们这 这句话 我们就去掉了 就没什么用了 对吧 好 这第一个 好 继续往下看 这第一种啊 根据表单提交的post数据 创建数据对象 那么creen方法呢 就是数据创建 好 数据的结果就是提交的post数据的件值 对 特别注意的是 提交过来的字段和数据表是对应的 否则无法解析 OK 那么下面有两组 一个是通过宿主的手工获取数据啊 啊 覆盖提交的 第二个呢 是通过对象手工获取的 什么意思 我们现在只有两条数据 那我还是可以把它全部覆盖掉的 怎么覆盖掉呢 如果我这边是这么写的话 好 做一个 数据 叫做user 我这边写上 樱桃小丸子 对 email 叫樱桃 qq.com 然后呢 把这边改成 对 把这个数据呢 将作为参数传给传到这个creen里面去 这个时候呢 你刷新一下 好 重新发送 你会变 这边变成樱桃小丸子了 然后这边写错了 好 刷新一下 好 樱桃小丸子 是不是就覆盖掉了 好 当然还有一种形式是什么呢 是你直接去接收 好 直接用post去接收user 这边呢 直接是email 好 刷新一下 哎 也能接收过来 那边呢 也能接收过来 对吧 好 这是两种方法 第一个可以覆盖掉 那么其实呢 其实呢 你不接收 我们看一下 其实呢 我们还可以自定义的啊 比如说有些时间你是不需要提交过来 提交过来 对吧 这个时间是不需要提交过来的 对 那时间是在哪里做呢 是自己直接做 做上 y m d h i s 好 直接做 然后呢 这个时候我们再刷新一下 好 把这个 再改一下 它一直有问题 对吧 好 这个 这个就没办法了 因为我们这个调整的时候 我们看一下 是UTF8 对吧 好 这个表单提交过来的 我们这边呢 本身是 本身这个没有做UTF8的编码设置啊 所以呢 就先这样子了 好了 那么这边三个就有了 好 这是以数据方式 那么通过手工获取数据呢 我们怎么 怎么做呢 好 可以这么做 把对呢 这个之前我们学过了 叫newstd 用这一个 然后呢 对 指向user 等于他 那这比较简单了啊 然后 一秒 一秒 这边呢 是对 把这边复制一份 交给他就可以了 好 刷新一下 没有任何问题 对吧 时间稍稍变了一下 OK 好了 再继续看 默认的时候呢 我们是以post去发送的 好 如果你想以get的方式发送呢 我们来看一下 比方说 我现在把它改成get 好了 我最好呢 这边用contro加f5刷新一下 把东西权刷没了 好 提交 他是接收不了了 对不对 为什么呢 你是以get的方式发送的 我默认接收的是谁啊 这个去掉啊 去掉还是接受不了 我默认是以post发送 所以我们这边改成 下方线get 好 你传递了一个get参数的时候 我们再刷新一下 哎 发现能接收到的啊 这个是蜡笔小新啊 乱码的 不管它了啊 OK 那么下面我们继续来看 这边再改一下 把它改回post 下面我们继续来看啊 create这个方法呢 可以传第二个参数 当然你要传第二个参数的时候 你前面这个get和post就必须指定了 也就是说 我们 这里 如果你想传第二个参数的话 你就必须第一个指定了post的啊 就算是默认是post的 你要指定一下 好 第二个参数呢 是啊 这个设置你后面将要将要进行的操作 那么操作的分为两种 第一种呢 是inside的叫做新增操作 第二种呢 叫update 叫做修改操作 好 那么你说你后面我们要进行什么呀 进行新增了 就写个model 然后呢 有一个新增 就这样就可以了 当然你后面呢 要进行修改了的话 那么我们这边直接就是model update 就可以了 就这么写了 但是一般情况下是不需要写的 为什么呢 当没有指定的时候呢 系统会根据数据源是否包含主件 什么意思啊 好 当你新增一条数据的时候 你包含id吗 是不包含的 所以他就是新增 那么你要修改一条数据的时候 你必须指定是哪一条组件 哪一条id的数据 所以他就会判断是修改 所以呢 我们一般来说后面这两个呢 是不需要加的 明白吧 好 继续来看 嗯 下面呢 我们要了解一下create内部方法的九个步骤 但是当然这九个步骤呢 我们后面有很多步骤呢 要到后面的章节 我们再去了解 那么之前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 那么第一个步骤呢 是获取数据源提交过来的 获取是以POST的方式接收的 没有问题 我们一开始是进行了这一步 然后呢 验证数据的合法性 有没有验证呢 验证了 如果说和这个数据表不是不对应的字段的话 就会过滤掉啊 就不是数据啊 其他的一些过滤就是比较隐性的 我们就不说了啊 好 检查字段译色啊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啊 就检查的刚才的字段译色 然后下面是判断数据的这个状态 是新增还是修改 他也是做的 后面是数据自动验证 好 这是数据 比如说不能小于两位 不能大于20位 当然这个东西现在还没有做 后面我们学到这个自动验证 就明白了 还有就是表单的另排验证啊 这个表单啊 防止跨域 对不对 好 然后呢 表单的数据复制和数据自动完成 生成数据对象啊 是最后步我们知道的 其中中间很多步呢 我们后面要自行设置才能体现出来 所以呢 我们先把这九步呢 了解一遍啊 就可以了啊 了解一遍 好了 那么Clean方法呢 还可以配合连贯操作 进行数据库券键 连贯操作就就这四种啊 其实最重要的也就是这四种 一个是定义这个 自断的合法性 第二个呢 是验证 自动验证 自动完成和用于令牌啊 后面这三个呢 后面啊 后面的章节会学到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 叫做合法自断 好 这个合法自断什么意思呢 比方说 我现在只有两条数据过来了啊 刷新一下啊 现在没有了 这没有数据了 这边有了 我们重新 刷新一下 提交 有两条数据了 但是呢 我还可以进一步限制 它内部是限制跟数据表不相关的 对不对 好 我还可以把相关的限制掉 我只显示user 我只需要user 那么email就会没有了 刷新一下 好 email就会没有了 OK 那么就是这么限制的 就说你修改啊 或者怎么样的时候 你可以通过它来限制 可能提交的时候 提交了很多数据 其实你真正用到的就几个 所以说你可以在这里限制它 OK 那么下面在模型里面限制 好 在模型里面限制 在模型的限制的时候呢 它是分为这个修改和新增的 好 inside的费药子和update费药子 我们来试试看啊 它是在模型里面新增的 我们打开它的model 这里 在这里我就直接写了 叫inside费药子 等于我只能是user 对吧 我只能是user 然后呢 好 update费药子 也是user 保存一下 好 保存之后呢 我们来看啊 过来刷新一下 点提交 现在有两个 好 有两个 嗯 我们看一下 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好 注意啊 你这边用的是m 你用了m的话 你根本就没有把它 没有new user model 所以的话 我们这里如果想要用的话 你是需要user等于一个大D 然后user 好 这个时候我们再来看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再刷新一下 好 发现email就被限制掉了 email就被限制掉了 好 在模型里限制之端 OK 那么当我数据创建好了之后呢 我是不是要写录一条数据啊 好 写录一条数据啊 这节课我们还要讲一下写录 我们来看 这个我两个我们就注释掉了 注释掉之后呢 我们这边来一个叫做public 叫add 当然你要写录的话 当然你要写录的话 我们就要打开数据库了 pap my 好 123456 进到这里之后呢 打开sync php 好 好 目前有四条数据啊 四条数据 现在我要新增一条李延辉啊 怎么办呢 我们这么来 首先user等于一个大m user 然后呢 我要新增 新增的话 我想嗯 先来个 先不用那个自动创建啊 我就先来个最最普通的 好 李延辉 可以吧 然后呢 嗯 email yc 60.com gmail.com 好 然后 day day是什么呢 时间 day 好 就把上面一个时间 我们要把它复制下来 最后我怎么办呢 最后很简单 直接的user 指向add 然后把day作为参数传进去就ok了 就特别好形成 怎么老是中文呢 好 哎 怎么又变成这样子了 呃 写错了 叫user指向add 然后呢 写上day 好 就可以了 好了 我们执行一下看看啊 把这边呢 改成add 回车 回车是空的 但是我在这里呢 我点一下浏览 好 大家注意了 第六条 李延辉 yc 60.com gmail.com 然后是现在当前的时间 好 现在当前的时间 那么这个新增呢 还是比较容易的 那么下面我们再来看 下面我们再来看啊 结合 这个 结合creen方法 首先呢 creen方法是怎么用的呢 首先这第一个 然后呢 我要新增了 指向 这个 add 指向add 然后呢 把谁放进去啊 把这个 user 指向creen 他返回的数据放进去 是不是这么东西啊 那能不能 能不能直接写这里啊 直接写这里估计 呃 有没有效 好像业务逻辑好像不太对啊 是吧 所以呢 那我们试试看啊 呃 这边是没有了 那我把它这里呢 改一下 改成add 就可以了 ctrl 加f 刷新一下 我这边写上一个 呃 随便写上一个 就是 嗯 嗯 啊 罗宾啊 这个罗宾怎么打的 罗宾 好是这个 然后呢 这个邮箱的话就叫 qq.com 我点提交 然后我在这里点一下 的确是有了 但是呢时间是一个空白 时间你是不能提交出去的 那怎么办呢 的确是有的 那么可能你会遇到一个问题 那时间怎么做的呢 那我就把上面这一段也拿过来 那上面这一段拿过来 我把这个带直接放进去吗 那么它会不会直接进来呢 现在就有这个问题 那到底这个带放哪呢 我们再来试试看 好刷新一下 我们再点提交 好浏览 你看啊前面两个是空了 后面是有了 也说明这个带呢 只填下进去了 而这个green呢 就被覆盖掉了 那我把这个带呢 放到这个green里面呢 可不可以呢 试试看 好再来一遍 刷新一下 我们点提交 我们点浏览 好发现还是这样子的 那其实怎么办呢 那其实我们的笔记上是这么做的 你把这个 这个usergreen呢 直接交给day 然后把这个把这个日期呢 再交给他不就行了吗 对吧 这也是一种方法 好 那也就是说 我把这个day呢 先交给他 是吧 先交给他 是这样交的吧 好 先交给他 然后把这个day再交给他 这样子的话 我们看看三个能不能全部起来 试试看 好 刷新一下 我们点提交 然后点浏览 我们看 这边三条是不是都已经进来了 好 三条就全部进来了 OK 那么add呢 也支持很多连贯操作 有这么多 这些连贯大部分都讲过 没讲过的后面会讲 那么我们这边只讲一个 其中一个叫day day 就是写露数据库对象的一个连贯操作 那他是什么 他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把我们刚才提交的数据呢 交给他去处理 交给他去处理 交给他的 他因为他可以接受更多的格式 所以呢 就可以交给他去处理 然后呢 再执行add 比方说来看 我把它去掉 交给这个day 括号add 再执行add 然后刷新一下 点提交 点浏览 好 发现这条还是进来了 没问题 对吧 当然他还支持 这个是宿主形式 刚才这个对象形式也是 刚才这个对象形式也是支持的 那么他还支持一个 叫get的模式 我们来试试看 就是说 就是说我可以直接这么写 等于 就是说 user等于 新史 连接符 email等于 新史 qq.com 然后 这个是个连接符 然后再来个连接符 叫day 等于 这边来个点上一个后面这边 这边的日期就可以了 好 那这样子 他也是可以的 就是说 其他方式不可以的 你用这个day连贯的话 就可以这么去造作 嗯 这个哪里有不对的吗 user没有了 初试掉了 好了 试试看 刷新一下 嗯 点提交 好 当然这个点提交 数据提交过来 没有接收啊 直接是执行的这个 对吧 所以呢 我们直接看啊 点浏览一下 你会发现 哎 这种方式呢 也是可以提交的 那么就是通过这个day 这个连贯 连贯来操作的啊 当然 数组和对象呢 就跟上面是一样的 就不去操作了 那么 数据的新增呢 我们就讲到这么多 下一节课呢 我们讲一下 删除修改啊 删除修改和更新 那么最后呢 呃 感谢收看本次教程 本课程是由北风网 爱北风.com 朴城web俱乐部 yc库.com 联合提供 本次主要是脸辉 谢谢大家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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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